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不是一直在等那个反跳槽法咯 那个反青蛙法吗 等来等去啊等到现在都没有啊 原本讲说在上一期国会 就是3月20多号的时候 然后呢他一定要提成上去了嘛 然后呢讲好好了全部都要通过嘛 然后没有提成哦 然后讲说4月11号呢 会开一个特别的那个国会 来提成那个反跳槽法 结果到现在呢 最新的消息出来呢 也是不能够提成哦 哇 真的是把我们人民当着傻瓜 所以这一期的虎啸人生呢 真的是带给各位广大的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一个非常非常坏消息 看样子啦 他们是想赖掉这个反跳槽法的 当然哦 现在这个国会议员里面呢 有很多过去蛙 有很多现在蛙 还有很多未来蛙 所以这些过去蛙 现在蛙 未来蛙 哪里会让这个反跳槽法通过呢 哎呀 如果反跳槽法一通过 那些过去蛙跟现在蛙 身败名裂哦 如果反跳槽法通过的话呢 那个未来蛙 失去人生的意义了 所以他未来呢 他肯定他想跳嘛 你现在这样子 一个反跳槽法之后 那未来蛙 失去他人生的希望了咯 所以一定是千方百计阻止的嘛 来我们先看一下新闻啦 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们讲说 如果14月11号再不提成的话 原本说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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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谣造谣 现在不是正直不是造谣 因为这个湾主乃滴呢 刚才这些媒体呢 正式正式正式 问了湾主乃滴 到底有提成还是没有提成呢 那个首相署部长呢 管那个掌管法律书湾主乃滴 证实呢 没有提成 他遇到一些阻碍 现在阻碍呢 来自内阁 内阁要求检讨一下那个内容 所以一波三则啦 他说主要就是那个DVNASI这个定义啦 因为那个DVNASI 对于跳槽 跳槽的那个DVNASI呢 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道吗 哎呀你不要跟我DVNASI什么东西啦 跟你讲啦 这个跳槽的DVNASI呢 要我教你很简单不了 OK 来 这个各位损名啊 你们损他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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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个IYAM胆啊 他的胆子是IYAM Logo IYAM啊 你投他的时候 他明明是IYAM的啊 他等下呢 哇 中损了之后呢 哇 他变成ETEK 他进入那个PARTY ETEK 他变成ETEK 他原本激胆 就叫跳去压胆 啊 这个就叫跳槽了 这个就叫DVNASI啦 你跟我想这么复杂做什么 哎 你投他的时候 他明明跟你讲 哎 塞一个BULAN 塞一个月亮 BULAN BULAN 塞一个月亮 BULAN 塞一个月亮 BULAN BULAN 我给你讲 哎呀 那个东西很复杂啦 讲到最后 就是那个 过去哇 跟现在哇呢 他们要洗白自己的身份 就是洗白到呢 他们呢 跳过去 他们之前的跳槽呢 乃是正义 我之前讲过的 乃是正义 乃是天空地道 所以大家知道吗 现在哇是什么人呢 土团党那一批啦 所以最 所以到最后呢 看来呢 这个反跳招牌呢 是很难通过的 因为这个现在哇呢 他一定会想办法呢 把他的DV纳西呢 跟他修改修改修改 修改到呢 他们呢 是很清白的是很干净的 他们不是搞大 不干搞大 他们是正义 他们跳过去呢 是对的 搞来搞去就是搞这个东西咯 所以啊 人民啊 我身为大马人民 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么各位大马的人民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谢谢观众朋友 你们看我的节目呢 然后大家要那个 政治成熟一点点 知道吗 因为你看我一直以来呢 我对大马的政客呢 基本上都没有好印象 包括全球一些国家的政客 都没有好印象 我的节目呢 就是你们这些政客呢 在那边乱搞胡搞 乱做一场呢 我就当然要讲你咯 我们活着下来就是为这个国家 多争取一点争议嘛 为人民多争取一点争议嘛 你们在那边乱做乱搞了 搞到这几年搞到我们这么惨啊 大马这么惨啊 每个人民这么惨啊 这么可怜啊 几百七啊 掉上去啊 跳下去啊 那都是这些政客搞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也不站在什么胆的立场 你不要你不要讲啊 你讲那个胆哦 那个盗贼啊 那个盗贼啊 偷走他妈的钱啊 本就利啊 另外一个胆不是海底隧道 那海底隧道又偷多少钱 谁知道海底隧道真的有人死了 人都死了 你讲不相信海底隧道啊 所以嘛 然后呢 这些政客呢 他就一直跟你撒谎哦 一直骗人哦 骗了多少次呢 很多人还是不清醒的 所以我的节目我都很清楚 你看我从来也不站在那个立场 我从来也没有支持盗贼 我也没有支持海底隧道 我跟你讲啦 其实这些东西呢 只要在政治身上的政客身上的东西呢 那一半是假的啦 怎么从后面进 从后面进 你讲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不要相信太多嘛 怎么海底隧道是真的死了一个人呢 哇那很难讲哦 那个盗贼 那个也是听一半信一半的 不信一半的 你知道吗 那个从后面进去的那个 你信一半不信一半就好了啦 都是在演戏啊 都是在欺骗人民 都是在打压政敌 都是在对付他的政客 你们人民呢 真的不要信以为真 我们要政治成熟 我们要match up 我们要看清楚呢 他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不要说 哦你说我生下来我皮肤还的 我就要支持那个红色的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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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成熟呢 大家更加应该成为那个中间损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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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做好不是 我一个票给你咯 因为你们所有政客呢 记得你们是帮我们人民做事情 你们是我们的仆人 我们人民是老板 我们的损票呢 决定你有没有做上那个位置 你要搞清楚这个关系知道吗 那么各位人民呢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关系啊 不可以说 我剩下来我就支持那个胆啊 所以大家不要抗 所以有些不够成熟的就是这样咯 他就他就讲我 我又占这个立场 我又占那个立场 然后讲说我 这个是错的 我跟你讲啊 我读中学的时候啊 我的中学老师啊 我读中的嘛 读中那个历史老师嘛 台湾回来的嘛 我那么小的时候 那个我的历史老师呢 就训练我什么叫做民主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做主呢 记得你们呢 他跟我们所有的 当时我们很小的时候 13岁14岁 知道吗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是你管的 这个叫做民主啊 我们就接受很正确的民主教育 所以所以我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政治成熟 我不会说去听这个胆啊 或去听那个胆啊 啊 你看 现在你看 反教授法你看 不不不 提不我了咯 提不我了咯 不是骗人的吗 讲到现在不用提成咯 然后就拖拖拖拖到他们 明年他们解散的话 那个国会解散不了了之 就不用提成咯 败掉了 败的败的败通了 败的败nn 我所说的 明年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不提成呢 我跟你讲 这个打麻的人民一定一定一定会用损票狠狠地教训你们 特别是这些青蛙 青蛙说谎者一定一定会被人民狠狠地用损票教训 就好像那个马丘甲 好像楼佛跟沙拉瓦 青蛙纯灭 人民没有放过任何一只青蛙 只要它是青蛙的身份 它就暴躁 暗鬼之末手 他们就惨败 这个下届大孙 记得每个人民 这只青蛙现在连反跳槽法都敢拿来 这样子耍我们 这样子骗我们 这样子替补我们 记得投票的时候 记得要用损票 教训他们 那么这一期哭笑人生 我相信会记起大家爱国的那个心意 好 今天上次说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